哈喽大家好,我是前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何可欣 2005年加入国家体操队 在此期间获得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女子团体冠军 及高低杠个人项目冠军 以及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高低杠亚军 和2009年世锦赛高低杠冠军 以及亚运会和全国比赛所有个人单向高低杠冠军 是目前中国女子体操队唯一单向大满贯获得者 2013年退役后去北京师范大学进修 目前为止是毕业了 准备留校工作 我自己 没有 光荣、骄傲 非常喜欢 唱歌 看电影 看别人剧 就是 就是留校工作 当体育老师 就是教关于体操一系列的吧 形体、瑜伽、健美操、经济体操 就这一系列 因为我热爱 所以我认为所有的苦与累 我都愿意去接受和承受 我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去承受它 因为我要想去拿那个奥运冠军 所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去前行 去吃这个苦 你一定是练到极致了 你一定是比别人付出的更加多 更加的努力 你才会有与别人不一样的优秀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与你的付出和成果 如果能达到正比的话 那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动员 像我可能真是确实是很幸运 就到那一刻我就突然很想哭 所有人都比完赛了 我就看着那个空旷的场地 看着那个灯光照在那个杠子上 舍不得啊 你知道吧 所以在那一刹那 我并不觉得是因为我失败而感到难过 就有点舍不得这个项目 我就当时说我还是会回来这个赛馆 我还是会以另外一种身份接触体操 我会做裁判 但是我就是再也不能穿着体操服 上来做一套动作 然后给别人看 就是这种感觉不一样 真的是坚持帮我战胜了所有 我的条件不算好的 但是就是归在对梦想的坚持和执着 我觉得就是在你没有实现的这个前提下 归在坚持 荣耀历史 激励未来 欢迎关注中国奥运人语录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雨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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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